蔡俊佳要4号5号,要两个初出的 有四个马初出的,4号5号 7号8号 4578 两个有飞,两个没飞 4号5号好多飞 7号8号好难门 赢过的马就是362 入过Q就是9 是这样的,其他的马要是初次出锤 要是初跑指程,要是未上名 4号5号 选择两个 初试出赛的,有飞 他们都是这样选择 4号5号2号 看看Jenny姐如何选择 现在这只白色奏 3号 9号就是蔡明兆 有个赛绩的马 排在那些小号档位 跑一千直路,大号档位 就比较好 是不是真的这么笨 初次出赛,落飞 加利又试过 加利又试过 放回来 不能试刑 这些真的 欺识 3号又赢过 真的不懂选择 现在这只 间调就是雅典 没有事 白色就 现在这只绿色间调 不懂 我需要4号9号 4号9号 看一只万里菲智 好不好 蔡明兆 上次11倍 跑第8 现在14倍 现在14倍 Jenny 喜欢4号 8号 12号 5号 8号是什么 威力欣赏 初次出赛又是 选择了3个 初次出赛又是 灰马6号 连利福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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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过 不过上次跑第十多 14的跑 19倍跑 14的灰马 很容易认 上次多少倍 19倍 连利福仗 上一场的马亚 在直路上 他应该 不要理 那只冠军 自己去 他不是 等着苏绍暉 拍过来 才动 惹人嫌疑 不太好 2号 圣祭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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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57倍 跑第9 圣祭精英 在中逸礼 中逸礼 放头 同友 放头 放得很厉害 2号 圣祭精英 红色 没有中逸礼 1号 有个蓝色 深的 就是叫光明仙区 冷门 97倍 这就是大热门 加里 绿色 尖条 哇 是不是这么厉害 好像很有信心 5号 其实也有很多票 5号 潘顿 不过一档 又要斜斜地 跑到观众席那边 惯性 就是这样 水晶酒杯 有个蓝色 有个蓝色 在背部 这个是潘顿 如果这场马可以 真的可以 这场马 新马初出 4号 1.8倍 你现在自己的5号 有4.5倍 你赢了他 自己就有4-5倍分 身后有一颗白星 红色衫 冬冬全城 是冬冬全城 12号 冬冬全城 冬冬全城 就是马鸽 我叫冬冬全城 是马鸽 不可以这样 灰马就连利福象 现在红灯亮起了 大热门一面倒的 就是绿色尖跳衫 白色奏 排在7号档位 7号档位 就是加里奇 看他如何奇化 我都看不到哪个马背 就是有颗白星 海马鸽里面也没有 10号 9秒9 深色3 冬全城 全马不准备 搭档三场赛事 四班一千直路准备 好 你一开门的时候 前面快门的马 看到这只龙东全城 红衫搶着他 海豚升都不够他快 看到中间出门不算很快 雅典武士 已经是第三位 第四位红衫 就万里非智 追入有水晶走背 大概跟着六七位 到 黑衫外蓝位置 就是那只 9秒9 灰马中档年里 福象里面 很高 最后的马 威力欣赏 光明仙居 好有保超越 暂时殿后 是圣祭正形 跑了一半路程 龙东全城放 中间四号那只 雅典武士 里面水晶走背 第四位海豚升 第五位灰马 连里福象 埋便红衫 还有这只万里非智 很多层威力欣赏 黑衫 9秒9 最后200米 前面透出 龙东全城 但是这个时候 水晶走背 在里面过他 在里面还有万里非智 外蓝那边 还有连里福象 雅典武士 接近终点 万里非智里面 终点前 追悦这只 水晶酒杯 要拍照 又未必一定过得到 红衫 就是万里非智 五号水晶酒杯 水晶酒杯的细 就好像是 只能够维持 而连遍万里非智 逐步咬上来 第三 九秒九 第四名的马 连里福象的灰马 还有这只 龙东全城 那些马 比较接近的 结果真的 那只9号的马里非智 蔡明氏 好像终点前 那只水晶酒杯 拍照 第三名 十号 九秒九 第四名 龙东全城 十三十二 那只9号的表现好些 那只马亚真是 又不抢 斗猴径又没有 人都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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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闪电 9号的马里非智 4号 9号 真是 差4号 倒转来买好 十几倍 我说人 镜头 我说人 镜头是拍着 9号 你看看 潘顿 有份 一档 斜斜地跑进去 然后 马亚在哪里 马亚在哪里 马亚在这里 人家都跑掉了 你还在那里 按住 你看 潘顿也不跟你说 加速了先 你看 在前面 你看 你看 他这张马亚 在这里拍着 潘顿 去吧 跟他斗过 后劲又不是好 四号 又要滑过来 又要滑过来 赛明啸在这里 红色衣服 一冲衡上来 你看 这张马亚都没力 你看 水晶酒杯 潘顿在前面 赛明啸在外面 赛明啸在外面 分跌 好平头也有 真的 赛明啸 哎呀 9号子赫了 9号 12号 我没有转抽 我要 4号 9号 9號、5號 200元 真是